嗨 Good morning 早上好 所以今天是 12月7日 的早上 然後 就是一起來 剛剛去洗啊連刷了牙 覺得好像那個 Energy Level還沒有這樣上來 所以現在就想說 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所以我今天會做什麼 我都會拿一個 可能這個 Stretch Band 可能先讓心跳上來 先做一組 就是深蹲 好 現在感覺 那個心跳上來了 做完腳的呢 就可以做 爽的 好 就先這樣子 倒一下 各死我下一邊 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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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來一下 Tricet 通常我一起來,我不會做太激烈的運動 基本上這個就是讓自己可以伸展一下,活動一下,上層下身 然後讓自己感覺就是有熱起來這樣子 然後現在我就是不會繼續在做,因為等下我要工作 可能我會等lunch time的時候,我會做一些比較就是high intensity的運動 現在就這樣,讓自己先熱起來,完成一下 就是 kick start 一下一個 engine 就很像那個車太久沒有去 start 了 然後你就是在一個比較冷的狀況 然後你做了一些運動之後,它就整個熱起來 所以現在我就可能就先停 然後我就把早餐吃一吃 然後再準備一下等一下拆回的內容 好,先這樣喔 拜拜 有很多朋友就很好奇說 我在這邊吃四天,究竟我三餐到底是吃什麼的 今天我覺得就可能接這個機會好好記錄一下 我的三餐 究竟它的食物安排是怎麼樣 然後我吃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廢話不多說 我的早餐其實已經在我面前了 就是這一包黃色的塑膠袋裝著的 然後我會先把它打開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可能是米粉還是麵之類的 因為它就是顏色橙橙色這樣 好 答案揭曉 它就是一包麵 好,看起來就是什麼都沒有的麵 所以其實這裡的食物 老實說 就是比較普通這樣 因為為什麼這個飯店它的那個 廚房 因為疫情的關係 遊客不多嘛 住客不多 它就其實已經把它關掉了 然後 就是 他也是有跟我講 在訂房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廚房 所以他們的食物都是外面打包這樣子 打包的食物就不然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吃起來 味道是ok 可是就沒有什麼料這樣 所以通常我的 做法就是我會把這一包麵 可能吃一個一半 然後把它收起來 如果能夠吃的話 我就盡量把它吃完 我不喜歡浪費食物 然後我有叫我的同事幫我買一些蘋果啊 雞蛋之類的 如果我覺得有點不飽 還是需要補充些 另外一些的營養還是什麼 我再去會吃一下 雞蛋啊 喝一下牛奶這樣子 來補充 因為人 就來到這裡 你也沒有辦法 就是隔離嘛 所以 畢竟就是要 忍耐一下的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是還好啊 至少沒有餓到肚子 然後食物也是熱的啦 這一點是蠻加分 好 就先講到這裡了 拜拜 哈囉 現在是晚上的 六點半 七點這樣 天已經 完全的黑了 然後現在我 剛剛房間就是門鈴有響 然後 他們就來送晚餐 這樣我就給你看一下 基本上現在我每一天的 午餐晚餐都大概吃些什麼 所以這就是他剛剛拿來的飯盒 我從外包裝 我大概就懂啊 他是跟我這幾天 一直以來吃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他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就是 一粒飯 然後有一包 那個汁 看起來今天是比較美味一點啦 有點像奶油 奶油奶油這樣子的東西 它的好處呢 就是他 有溫度 就是少少的 可是 如果給一個人 不怎麼吃飯 基本上 他會在這邊應該會 會苦 因為 他們 每一天都是給你飯的 然後 早上炒麵 然後晚 午餐晚餐 就是這種飯 然後就是一堆 汁這樣子 然後就是淋上去 然後淋上去 然後淋上去這個 紙袋又做到 很不friendly 很難 很難把它倒出來 我學會了 它的汁噴到我的腳 哦 我被它噴到了 救命啊 那聞起來是不錯的啦 味道還蠻好的 應該是 這是奶油魚片 是啊 你看沒有蔬菜了 要講上廁所 我就先吃一吃這個飯 有沒有在拍給你們 謝謝 嗨 剛剛發生了一個 很開心的事情 我想把它記錄下來 就是 因為今天 這兩天晚餐真的不怎麼樣 結果我吃到也是有一點 就是 不是很開心 然後我的同事剛好 他需要幫我拿一些東西過來 我就想說 可以不可以 就是幫我看一下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炸雞 有沒有開 有沒有在附近 可以幫我打包嗎 結果很開心的 他附近真的有一間 然後他也幫我買了 我最喜歡的炸雞 那是什麼炸雞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家叫做 Jollibee 的一個炸雞 它是一個菲律賓的快餐 然後只有在新加坡 跟文萊會有 馬來西亞是沒有這家的 然後它是菲律賓 等於是菲律賓的 像麥當勞的那種 這樣子的 Level的炸雞 你問每個菲律賓人 他肯定懂 然後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然後我叫的這個是 辣的 辣味的 Jollibe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 比較小隻 然後比較乾 比較乾 比較脆的樣子 然後其實我跟你講 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很好吃 我單單在這邊聞到 我的嘴巴已經講不到話了 又是想要流口水 所以 我就不跟你們講這樣多 我就去享受我這個炸雞 謝謝 拜拜